2008年我钓到红山森林动物园 太激动了 给自己取了个名字 叫百兽之丸 他们在谈恋爱 对情歌一样的 传统的动物园 一个铁笼子 一片水地地 怎么改变他们的生活呢 那么大家看一下 你能不能找到这个哨宾呢 让游客钻到地底下 我们有点被动物看的感觉 小黑 来了 就是动物眼神里面 是看得到改变 原来动物园 是这样的一个场所 需要对这顿工作充满热情 他要爱他的动物 我们地球上不是只有人 还有很多其他的动物 动物园 它是动物的一个快乐家园 过来 过来 可以像小动物一样 生活在当下 那每一天就会过得更有趣 更丰富 我们打开手啊 再来一遍小时 等一下 我看动物园可能就是我 梦中情缘 可以这么说 yeah 我爱你 我爱你 我们情歌 谢谢您 小黑 过来吧 今天咱们俩落坑 小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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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红山动物园的理念呢 就是动物们来自去自由 动物有不被人看到的权利 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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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黑 他还搞个瑜伽动作 这样搞 这样搞 很多人都说我是毛孩子们的爸爸 他们也在偷听我们 小黑 这是来自台湾屏东大学救治中心的 一只雄性猩猩 叫小黑 正在采摘三圣 他经常选择自己喜欢的树攀爬 他非常惬意 他自主去选择他自己喜欢的颜色 我们的饲养员和猩猩 还共同一起学画画 嗯 棒 这个训练呢 是基于我们小黑自首自愿的原则 嗯 好棒 小黑 他想画就画 不想画的话呢 就完全可以再回去 这就是小黑的画作 我精选了几作 我觉得右上角这张照片 画得特别像他的爱人的身影 非常划算 对 是 我 你说 2008年的12月 我钓到红山森林动物园 好 谢谢 单时三十七岁 应该是全国最年轻的动物园园长 给自己取了个名字 叫百兽之丸 有很多人呢 就是希望能够在动物园里面 偶遇我 然后活捉我 老师也看到你 看到你这人太激动了 我说这个人声音好耳熟 不会是吧 然后结果出来看真的是 好 就被他们逮住就签个名吧 给他们做个留念 我接受一席的邀请去做演讲 就说希望大家来到洪山动物园 没有买买票游客 赏马购票 它不能长时间的单独生 一直到现在呢 游客来得多一些 传统的动物园 我们让人游客 只是看到一个铁笼子 一片水泥地 一个物种 我发现它们有时候过得并不快乐 于是我在想 怎么改变它们的生活呢 大家看到这个小动物叫西维蒙 原来是生活在非洲的 喀拉哈里沙漠西南部 西维蒙它是什么 大麦虫呀 面包虫 还有蟑螂 来我们观察一会儿去观察一下 西维蒙它是怎么进食的 西维蒙的场馆 它就是把人按到地底下 把人按下去 让游客啊 钻到地底下 然后伸出一个脑袋出来呢 它的视线其实 刚刚到西维蒙的脚底下 动物的场馆就像我们人类的家一样 我们是根据它们的生活习性 经过了两年多的设计 能够让小动物们 有更加自信自如的一个生活空间 那么扫兵葬岗放射的时候啊 除了凡是四周还会仰望天空 红山西维蒙家族 它如果获得的自由越多的话 它的行为表现会越丰富的 我们对每一个饲养员传递的理念是 离开动物个体的福利 来谈这个物种保护 那是耍流氓 所以呢 必须我们对每一个动物的个体好 才能说对这个物种保护 才能起到作用 那么对物种每个个体好 那怎么好呢 就是必须要知道它的个性 它的喜怒哀乐 它喜欢什么不喜欢什么 它们在野外就是找食物比较困难嘛 那动物园里食物都没有什么缺乏 所以如果食物就堆在那边给它们吃 它们就很容易无聊 所以说就做一个取食器 你看哦 食物在这个最下面 然后上面是落叶 它们就要想办法用倒的 比较不容易觉得无聊 就是给它们做一个小玩具 它们总能把里面东西都吃完 很多时候我们认为 所有的东西 都是我们人类的附属品 把动物看成取悦我们 那是不尊重生命的 随着文明的发展 行业就开始意识到自己的落后 原来动物园不仅仅是一个娱乐的场所 而是一个施展人类 对另一个物种关爱的场所 这是给动物休息跟玩耍的吊床 这些消防袋都是爱心人士捐赠的 清洗在经过消毒 让它进行使用 我们人也不能无聊 就是它在那边就吃饱了 睡睡饱了 对动物的健康 心理健康什么都不太好 它正在找 它不仅提高了 毛孩子们的生活的乐趣 而且让它们的行为 也更加丰富 多彩 更加自然 其实动物要的不是很多 你给它一点点的付出 它会有很大的反馈 不只是这些什么房子 龙舍的改变 就是动物眼神里面 是你能看出来动物它有改变 从不了解 到了解 到对待动物好 这是一个阶段 再后来一个阶段就是回报社会 对社会好 对公众好 向社会传递更多的保护礼力 教育礼力 我们观察一下 新闻王他的眼睛 黑眼圈 是不是有黑眼圈 警惕天敌的时候 他抬头看的时候 经常要去直视阳光 其实是起到防晒的作用 我们接待游客 很多都是小朋友 小朋友会有很多的问题 会说他在做什么 他为什么这样子做 然后他有一个连结 就是我想去了解他 原来他是长臂员 他不是猴子 猴子跟长臂员有什么不同 然后了解了以后 才会有这种联系的情感 有联系的情感才知道 我们地球上不是只有人 还有很多其他的动物 然后才会去关心 这个环境的保护 才会去爱护 这个环境跟这些其他的生物 天方通道有什么作用 让游客更好的观察老虎 也可以让老虎 或者爬上爬下的乐趣 还有一个很关键的 为了保持它的新鲜感 让它不那么无聊 我们今后未来的长馆改造 长馆的设计 都会再扩展 再提升 朝着一个综合性的 一个方向去发展 我们在整个长馆设计的时候 确实会考虑到 每一个物种 它的习性 它的喜欢什么 那么可能我们会更多的 提供它那些选择的点 是隐藏也好 还是说它可以展示在 或出现在游客的面前 这个是它的选择 就是我们想尽一切办法 是想还原那个自然环境 除了把森林给了动物 我们还在想 如何让它们更加快乐起来 如何有更好的方式 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 在亚洲林场馆 通过一年多的时间 我们设计了一个分配通道 能够让它们每天 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 我走的这条小路很自然 就像走在野外的 很久没有人淹去过的地方 那么这其实就是 我们的一个设计理念 我们用什么样的方式 能够把我们大自然 能够引入到我们城市里面 让我们的人类 能够更好地和大自然相处 那么人类生活在丹津这个社会 很多的时候都是处于一个 水泥森林里 城市的生活 让我们远离了大自然 我们也要考虑 给那些小动物们 留一个什么样的生存空间 科学家预言 在未来的50连里 地球陆地上25%的物种 将濒临灭绝 每次消失一个物种 我们的生态链就会断掉一晚 越来越多的物种消失了之后 我们这个生态 就会变得非常脆弱 我们人类未来的发展 还能走多远吗 这儿就来到了我们的本土物种保育区 我们说展示什么狮子啊 老虎 大象 长颈鹿 那都不是我们身边的 所以我们说保护它们的栖息地 很多人都说我们怎么去保护它们呢 其实最大的触动它们的心理 和感染它们的行动是什么 就是从保护我们身边的动物 以及环境开始 所以我们就会想到 做一个长江中下游 本土种保育区 我们南京市一个点 就由我们红山动物园来做 长江中下游周边地区的 一个生物多案性调查 比如说像我们的狗欢 豪猪 河 一丘之河的河 还有章子 都是生活在我们身边的 你们以前来过吗 第一次来 是什么样的一个驱动力 让你们来红山 就红猪 那个是山路 这就是个湿地 那边是一个老宅嘛 家乡的感觉就出来了 那么在这个整个湿地 你们要看其实更多的是去看生态系统 看它和环境之间的关系 这是隋塔 河流湖泊中的顶级掠食者 它也是湿地的标志性物种 它原来的栖息地分布 和现在相比的话 现在只有原来的3%的面积 所以这个物种再不保护的话 就离我们远去了 它这是中国本土的吗 本土的 这个山路是我们救出来的 它受删了被市民送过来 后来经过我们X关检查 它的翅膀骨折了 虽然救好了之后 但是它失去了那种 残途飞行能力 所以我们就把它放在 这个湿地展区 然后它也不飞走了 因为这里面有鱼有虾 它还保留着一定的野性天性 在池塘里面 它能够自己捕捉小鱼小虾 如果它有一天想飞走的话 它就自由了 像一个大侠一样 一些高校的学生 或者从事城市设计的设计师们 他们会有一些思考 未来城市在建设的过程中间 怎么考虑人与自然友好相处 人与野生动物友好相处 我们除了跟大学生的宣传 更重要的还有什么呢 那就是我们一些市民 共同联合起来 救助很多的野生动物 让公众接受更多的有益的信息 觉得这个生命是值得尊重的 我们应该敬畏这些生命 这是一个猫头鹰幼崽 然后把它眼睛遮住 会让它更有安全感 没有明显的外伤 然后救护中心那边之后 再进一步的饲养观察 然后后续我们再关注一下 它这个健康的恢复情况 我们现在每年大概 有接近一千只左右 那么我们救助完了之后 会放归野外 宝花山是我们考察了 这么多地方 然后最终显重的这个地方 我们现在放生的 这种成功率是非常高的 因为脏子这个数量 不是很多嘛 所以我这个放出去以后 应该说能给野外的脏子 这种血缘 有一个很好的改善 但一个六十多岁的老大妈 发现脏子的时候 她开心地惊呼起来 脏子 你看脏子 让她回忆起了 儿时和脏子相处的 那种美好的回忆 在我们动物园繁衍生息的脏子 通过野化训练之后 能够回到野外 能够让我们残降中下游的一些区域 原来他们有脏子的 后来因为城市化 精神发展之后 这些脏子消失了 我们希望 脏子这个物种 能再重新引入到 他们曾经足足备备生活的那些区域 然后来到这里以后呢 经过一段时间的一个恢复 到今天就可以犯规了 我们今年四月二十四号 犯规了一只黑鸢 它犯规之后一路向摆 用了一到两个月的时间 飞入了俄罗斯的境界 秋天之后呢 我们又发现 它又回来了 野外生物多安心调查 就在前两天 我们红山动物园 观测到的野生鸟类 超过了一百种 我们从传统的动物园 走到对动物好 再走到现在 对社会好 回报社会 对公众好 让公众接受 更多的有益的信息 那不仅仅是让 他们投身到环境保护 物种保护中来 而且还有一个 增强他们 人与动物之间 人与生命之间 如何交往 这让我们觉得 这种生命教育 是非常有意义的 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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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黑 他那两天 一天摘那个毛栗子 一天能够吃 五六斤毛栗子 在看这里 就他的短的你看 这没事的 我们之间 我们兄弟之间 你看他 他那个嘴唇动了一下 有个站在这里的时候 我们有点被动物看的感觉 我是一个做出版者 所以说我就在想 他们能以书籍的形式 把动物园的一些现状 一些情况 一些半圆的理念 能够在向广大的读者推广 帮动物园去发声 我们和朱云春老师 我们一共合作出版了三本书籍 书籍这个载体呢 能够向更多的人去传播 动物园的这个理念 沈志愿员长呢 他对动物园的情感的投入 我觉得无异于对他的家人 对他的亲人 投入的情感了呀 是不是应该把动物 当成和我们一样平等的生命啊 我们每个人通过改变行动 来去共同去友好的对待环境 友好的对待生物的岸性 他妈妈妈妈妈的略何 国家 喝酒 多喝酒 请我一起去 他们晚上睡觉 吊在你的树上 他们不会睡觉 这么吊下来吗 我们亂加小猫 在学场什么样 理想中的动物园 应该是 不是人去看动物 而是我们去动物的家那边拜访 去跟他们做客 我觉得红山动物园是一座 让人很欢乐 开心 然后里面还能学到知识的动物园 所有动物都是平等的 但是平凡又伟大 红山动物园可能就是我 梦中情缘可以这么说 随着人类对动物的认知不断地提高 希望所有的动物园 能够成为动物的快乐家园 给动物设计场馆 设计家 它没有最好 只有更好 没有结果 一直在路上 感谢观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